到新闻线报内幕追真下欢迎上线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吕慧敏 昨天是民进党党庆26周年的日子 台湾从一党独大走向多党的政治 我们看到不少民主的先辈 以他们的勇气 以他们的智慧 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帮台湾走出了一条民主路 而有一些人我们是耳熟能详 同时我们对他感佩万分的 但是有一些人却是我们都不相识 但是他们对台湾民主的付出 而且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这样的精神更是令人感动 而今年民进党的党庆活动当中 他们终于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掌声 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带您来看看 这26岁的民进党当中 也有许多头角真容的人物 这些党主席们 他们各个性格大不相同 但是他们同样的是有勇气有智慧 而这些党主席们其中有一位性改先 被人家认为说 算是民进党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 黄信介先生 他选举从来没有输过 他为人相当的宽容海派 很多人说他几乎是没有政敌的 这就不容易了 那么他联手跟李登辉完成了修宪的功臣 李登辉总统怎么说他的呢 说他是黎明前黑暗中的一颗星 前总统陈志扁又是怎么说的 他说从黄信介的身上看到了整个台湾 今天我们要带您来了解性盖先 还要带您来看看几位重要的民进党的党主席 那么首先来介绍与会来宾 先介绍的是国民党立委罗书磊小姐 惠敏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温申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来看看这一次得到金牌的资深党员 他同时也是黄信先生的助理 前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陈正德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思琪小姐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光琪小姐 大家晚安 还有这个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李俊先生 大家好 好 新闻一开始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 这个为台湾民主奉献而不求回报的平凡英雄 同样的舞台重回当年创党的圆山饭店 敦牧厅 创党十八人小组 八起人历任主席 以歌声重温创党感动 绿色的旗声上天 几乎已经成了民进党的代表歌曲 走过二十六个年头 民进党早已登大廊 党内天王齐聚一堂 旅游书屑通通到场 营造大团结气氛 而仍在印度访问的前主席蔡英文 也特别派出基金会的执行长林全 到场致贺 我们在建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超越个人的怀念 主观建制 把这个民主跟进步结合 我们认为新的党就是要一个民主的包容 进步的取向 民进党实对的坚修冲动 努力奋斗 2012在民进党二十六中年的此刻 民进党主演二零一四布局二零一六 要以倾听名义贴近土地 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 民进党加油 民进党加油 民进党开始爱更加油 为什么说我们来看看作为反对党 一般他没有执政的包袱 他的信任度是不是好感度应该要好一点呢 来看看台湾指标民调公司所做的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好感度的调查 从五月开始 其实双方不分宣字 都不是太高 大概都三成多左右 五月的时候 其实不过还好 就是民进党至少都还维持在上面这一条线 民进党在五月的时候是34.2 国民党33.6 其实差距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 那么到了六月的时候 民进党稍微好一些 但差不多就这个数字 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民进党从六月35.1的支持度之后 今天还是逐步慢慢下滑的 这件事情是什么时间点做的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讨论到倒戈案吗 民进党发动倒戈 看起来并没有占到便宜 支持度好感度来到了31.2度 跟这个国民党几乎就差不多的 这个相差不到一趴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记得了 民进党真正是爱加油 另外来看看在民进党很多人 其实在这个整个创党的过程里面 有人牺牲了很多 那么有人也得到了很多 但是有很多的平民英雄 为台湾民主路默默走的很多的党员 民进党今天至少 这一次大概有七千多位党员 是金牌银牌的英雄 他们特别就是要陪伴本党 超过25年20年的资深党员来致敬 这些前辈冒着生命危险 不会破坏刁难的入党 大家想想看26年当时的政治环境 当时敢入党 而且这个是属于平民英雄的身份 很不容易 没有要功名利路 没有要荣华富贵 就是单纯默默的支持 台湾的民主跟进步 这一群先进们 有些什么故事 时期你有一些了解 跟我们大家分享 对 没错 就是这一次民进党 他们就讨论说 26岁 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庆祝这个党庆 反正到最后就讨论说 26岁的民进党 让我们可以让这些资深的党员 入党25年以上的 20年以上的这些人 当作这一次党庆的主角 所以他们就发想了说 那我们就来制证他们金牌 金牌跟银牌 来 我这边手上就有这个金银 金银双牌 这个蛮重的 但是你不要以为说 它真的是黄金喔 它其实不是 它只是 它蛮重 但是它就是一个金色的牌子 那就是银牌这样子 那 因为大概人数有7000多人嘛 所以一开始是由地方党部去 一个一个打电话 告诉他们说 有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再由中央党部再打一通 就是以示慎重 然后接到电话的这些老党员 很多就感动 就光接电话 就感动到哭 说原来这个党 其实没有忘记我们 那所以 不是说交党费的时候才找我 对 原来你们还是记得 我们在党庆的时候 还要颁奖给我 所以 对于很多 当年这样子 很有勇气去入党的 这些老党员来说 他们的确心里面是非常的感触良多 那他们在9月初开始呢 就一个地方去搬 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搬嘛 然后当中当然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啦 譬如说 在屏东 就有一个老党员 他拿到的是金牌 因为他已经25年的资历了 然后呢 他就为了要去到这个屏东市 那个典礼举办的地方在屏东市 他就从满洲乡自己骑着 年纪又大 然后骑个摩托车 骑三个钟头 就为了要去领这个金牌奖 然后呢 他到了现场之后 看到了同样都是跟他同一个时期 自己入党的这些人 就大家其实也都住很远 然后很多年也没有再联络 然后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他可以跟当年的革命战友 然后重新见面 那个时候 你看老先生 然后互相见面 那种激动之情 可以说易于言表 那当然还有很多故事 其中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一个阿姨 年纪也蛮大了 他每天都在民进党中央 做资源回收的工作 他就每天下午 大概两三点的时候 他就会到党中央 然后譬如 就在楼梯间 收那些回收纸 然后宝特瓶 或者是喝饮料的 乐力杯等等 然后党工们都称呼他为 阿姨你又要来收资源回收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 就会帮忙说 我这边还有一叠报纸 麻烦你这样 结果在颁奖 所以他是志工是不是 对是志工 但是他应该也是有把那些资源回收 可能拿去做一些处理 然后可能会卖掉这样子 贴补家用 然后后来在新北市的 这个党员颁奖的典礼上面的时候 党工又看到这个阿姨 然后说 阿姨你也来 我想说你不是都在党中央 我今天没有趁楼 你不是在党中央资源回收那边比较多 你来这边干嘛 后来那个阿姨就说 他是25年的资深党员 然后后来党工才发现说 原来你这些年来都这样子默默的 跑到党中央 像是做义工一样 帮大家清理这些资源回收物 原来你是真正的前辈 所以以后我们大家看到阿姨都要立正 那阿姨就说 当年民党刚成立那时候 她的先生就跟她说 我要去参加民进党 然后这个阿姨就说 就非常支持她先去参加民进党 她说好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被抓的话 你放心 孩子我会独立把她养大 什么这么勇气的一个太太 当时的政治气氛就这样 当时的政治气氛是那么的紧张 然后你要去加 当时还没有解研 然后民党成立 然后有人要去入党 然后对于当时的她 这个阿姨来说 那个压力一定是很大的 铺平部长 这次怎么会这样办 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办过幾年 二十几年的每一年都有党庆 这个党的生日 历任的朱姓 大家都想要怎么办 一个有意义的党庆 那今年索尊穹朱姓 其实感受很深 她是从基杉出来的嘛 所以她很了解基杉 我们这些事情 特别是我们当晚的心声 这个心声就是这样 初中民进党开始 这个提名制度开始改变 改变的过程中 当然当晚的比党 党员投票的比重 慢慢在降低 甚至买后 这个特别的这个条例把它取消掉 很多当晚都觉得 那我们当当晚是意义又在哪里 所以她就想说 应该要把这些冲动 这些租倾的劳动剂 把它找回来 要怎么找回来 那个其实是用心用口 我们在联络的过程中 很多电话都是策误的 很多地址 很多地址都是找不到的 阿卫也过去了 阿卫已经没法做言语了 譬如说有可能 做论义还是身体不好使 一个一个去找 当然没找到百分之百都找回来 但是那个过程中 整个中央都可以说 大家这样非常地露得到 每次每一年 尤其是民进党 刚刚大事件的时候 甚至有这个政治争端的时候 大家都说 我们要找回民进党的创囊精神 民进党的创囊精神是什么 有什么 我们现在在说的时候 当时要加入民进党 夾到金牌 都只有勇气 当时的政治氛围 到底是怎么样 光晴 其实当时候政治氛围 是风声鹤唳 而且我们台湾的民主的进程 甚至很多落难的进程 都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 那我们都知道 施明德前主席他讲过 没有党赢的党 指的是当首美丽岛杂志开办 然后我们这个核心人物都在这里 黄信建先生 当然是核心的 另外五个人 我们看施明德姚家文 还有这个林毅雄 许姓良 但是吕秀莲抓到 吕秀莲说 你们这些男人把我排挤掉了 那时候 没有让他作为这个核心 那这是一个 我们讲说第一步 后来就是持续到1983 1984 有两个 类似那种政党雏形 我们想说政党雏形 一个是党外的编联会 就新潮流的前身 另外一个是公正会的成立 后来阻挡了这个所谓的政纲草案 也是这两个这个所谓的政团 所炒拟的 那我们 我姑且引用司马文武先生 他写过两篇 这个整个民进党建党史话 我想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历史的回顾 当时候他提到这个 1986年4月的时候 有一次他跟这个 包括这个傅政 还有费希平 还有黄耳璇 黄耳璇那时候被东吴大学解聘 那傅政因为受这个雷震案牵连 曾经入狱三年 然后就还有一些学者 像杨国书 胡佛等 他们都聚在一起 那时候4月的事情 我们知道9月28主党 当时候他们说 在大家讨论就是主党的事情 那事实上在这个之前 1983年他们立委的补选 其实已经把台湾自觉 加入每个候选人 他们的一个政见里面 那在那次聚会里面 你知道吗 大家在一个小公寓里面 就突然有一阵狗叫声 每个人反而谈话很热 突然安静起来了 他们以为是 有人在监视他们 这是一个 狗有警觉 狗一叫他们就这样 大家都很 真的风声合力 对 所以说 姚家文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 新的一代 他老三倍 他就是说 美丽岛四代之后的新的一代 追求的不是民主运动 而是参政运动 他说 这新的一代想的是什么 怎么上媒体 怎么当选 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资深的 新闻媒体 看前面就知道 非常资深 你这样一路跑来 民进党的发展 你看那么久 很多人都说 感触良多 你觉得有这么悲观 或是民进党用不同的方式在成长 或是开始一代不如一代 棒子要交出去都掉到地上 有这么严重 江山带有才能出 就是说 每一个世代 有每一个世代不同的思维 这个节目呢 总是想要以前人的一些例子 好的我们学起来嘛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就是 盛盖先 黄信介 来看看VC 他是黄信介 民进党内人称盛盖CNA 说的话具有相当分量 2000年总统大选 就是他希望徐庆良跟陈水扁 要有智慧协调人选 也把陈水扁推上总统之路 我相信 应该两个都有帝国人 大家应该叫大家 很适当的处理好 处理好 处理好 或是要丢丢 黄信介本名黄金龙 1928年出生的他 兴趣就是政治 从第一届台北市长选战 他先帮人助选 后来向高玉树毛遂自荐 更在阴错阳差的情况下 领表参选议员 没想到却出人意料 拿下第五届台北市议员的最高票 从此开启他的政治路 1979年自掏腰包 30万创办美丽岛杂志 没想到才初刊四期 就发生美丽岛事件 要打人来 打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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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信介在高雄演讲 因为民众私下点燃火把 惹恼了治安单位 寄出镇报部队 不仅酿成上百人受伤的冲突 一干人等也因叛乱罪 入狱服刑 上午八点半钟开庭之后 审判长提传 李毅雄 黄信介 姚家文 张俊宏 林洪轩 陈菊 吕秀莲 施明德等八名被告出庭 苦劳七年中货特赦 出狱之后的黄信介 连任两届民进党党主席 他还是自掏腰包 帮党内解决缺钱的问题 他的海派作风 党内无人能及 除此之外 只要参选 从来没输过 在花莲当选立委 创下民进党空前的例子 只是姓盖森呢 1999年过世 最为台湾歐吉桑 一声为民主打拼 却无人见到政党论体 好 一般人对黄信介的印象就是说 家里很有钱啊 都买钱来帮助三家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他很会念书 他考上过北京大学 本来要去中央讨历 但是后来就是说国民党 国民党就是输了嘛 来到台湾 他就没去讨北京大学 他原名叫做黄金龙 你说姓盖森 好日本味 是他后来改的 那么他1949年加入国民党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从政 就是他念的大学 他没有去念北京大学 后来念中兴大学的前生 然后念的是属于政治行政系这一种 看了吴三连 吴三连当时参选第一届台北市长 那看了这个宣传小册子 他觉得很有兴趣 所以开展他的政治路 那么刚你有看到最高票的台北市议员 他就改名叫姓介 为什么叫姓介 他刚才知道嘛 这个他入肩服刑的期间 民进党成立了 当中他还在狱中 后来他加入了民进党 开始被聘为党务顾问 那么然后呢 当选第三任党主席 隔年连任第四届的党主席 1990年支持总统李登辉 来进行政治改革 那么他42岁的时候 当选最年轻的立法委员 后来呢 1991年父职重回立法院 他只做40分钟 他为什么只做40分钟 他的故事等一下 我们跟您讲一下 政治改革这个修宪大工程 其实圣公这两位 当时的党主席 都可以坐下来喝咖啡的 而且是不仅惺惺相惜 甚至暗通款取 我们现在呢 党主席都没有办法这样 很可惜 92年4月19号 发动419大游行 要求总统直接民选 96年5月 担任总统府的资政 后来1999年病逝 有人说井科雄 他没有撑到2000年 看到民进党的第一位 总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说到杏盖森 他可能我们少年朋友 没什么事 我们来看看一些经典语录 譬如说李登輝先生 担拿鸡收金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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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他们这些呢 从这个老一辈的人物 讲话有说真的是满精准的 那么杏盖森呢 他在辞终身立委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连几百万的退资金都没有了 谁有我就就去评 他就说呢 针对这件事情 这是他的名言 他说 有些事情可以说不能做 像是反共大陆 一直讲一直讲嘛 但是也没有在做 有些事情呢 不可以说 但是可以做 他指的是台湾独立 后来老帅 东正要选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说呢 我算是一定是有人做票 很有信心 果然好发现了真的有人做票 跟李登辉喝茶的时候 他就说总统英明 观众朋友啊 你可以想象吗 这个党主席去喝茶 去说苏贞叉辣 他说总统英明 会引发多大悬然大波 但是当时李登辉不一样 李登辉他是有他的这个 纵横蓝绿的本事 他就说总统英明啊 民进党里面的人也不太接受 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跟你说这位 他就说啊 李登辉推动民主 推动民主改革 对全民有利 敢说我还说总统你很笨吗 不然他就这样说了 他就这样骂过了 后来呢 他发表一篇我心已绝的书 什么书 因为呢这个李登辉希望 他进国统会来担任副主委 民进党说 就不需要国家统会 你做副主委 那不是 你在做什么意思 他就说 民进党当初为了废除国民大会 所以参选国大 进入体制内把国大废了 所以呢 他说他参加国统会呢 是本着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的信念 因为他要帮李登辉讲一些 他不方 李登辉不方便讲的话 是应该是要帮他说 不过我们看到从这边可以看出 他是不是要往体制内改革的方向来走 那么 针对党内派系斗争 我们很早都会听到一句话叫做 这邱义人无奈人 就是两个土豆磷 以前都不知道这句话谁讲的 结果现在赫然发现 原来就是性格生的说的 说这两个土豆磷 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们来好好地解释一下 那么讲到李登辉 其他有一些的李登辉情节 当时那一派的老一代的政治流 大概都有 他就说呢 有点感叹 他说他投身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 被李登辉全部接收了 而这句话 他也曾经当着李登辉的面讲过 这位姓概先 他从年轻同入政治以来 出钱出力 而且拉拔了不少人 包括到陈水扁 也是他拉拔的 但是搞不好 搞不好一对陈水扁 有一些意见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要请这个姓概先的助理 那么也曾经担任过市议员的这个震头胸来讲一下 现在做人 其实他能够赴人 就是因为他只有三年里而已 真 性 真 诚 诚 这三个字啊 事实上 在目前的政坛上 这次政权上的政理人物 要做到这三年时很困难 大家留一部的政理人物 他为什么有怎么做到这样 所以姓概先做东主乡的时候 他不必要求公斤 什么分摊金 不必 他自己摊啊 全部自己摊 按柯信仰开始做东主乡 才公斤 大家都要求 一年要二十万 三十万 但是因为民众就没钱 柯信仰就没钱 柯信仰 早前一年做东主乡 我就跟姓概先说 你中间发不错 不必要怎么 姓概先说 你做东主乡 你中间发不错 你又找我刚才 所以他也想办法去那里解冠 他就是这样才有法度信服 他就跟姓概先说 便宜 所以他第一声音 比对有温 还是有跟他同众过的 才少年 他都当作跟他同众自己的人 这样同样在听着 所以他不去嫁告 你是外人或是什么人 你能够交完职会 你就是自己的人 所以 人家最流行的超商 你说全家就是你家 对 你说黄信介他家就是你家 没错 没错 他没问题吗 我在他家的时候 我吃南美金煮的饭 我回到我家房没煮 所以我做助理吃二元饭 我做二元没饭 我吃了 所以他家的人就是 都这样子很小 你怎么做的 我那时候 代代比较后 就开始打立 红来岛茶寺 可能有的 不知道红来岛杜靖 是什么东西 就是 晨水扁 黄天福 李一洋 因为冯富翔 他翻立代理著作 七个月 一个人去拐八戈 所以 他家最辛苦的时候 是三个兄弟在那裡都在拐 让国共两党拐 因为有一个兄弟在 走到中国大陆 用金飄 共赏 送到六戒 二十年 比黄信介他拐那久 黄信介他在台湾 让国民都拐 黄天福 也因为那七二年 就拐八戈 所以他家最辛苦 最辛苦的时候 是每天都在拐八戈 不是去跟黄信介拐八戈 就跟黄天福拐八戈 結果更早就说 又一个大戈在中国 沒有人去那拐八戈 他不知道找不到人 包括後面 後面 後面的事件發生了 還沒在那間 後面就去台南關 選台南關上 文選是魯秀仁副總統 跟黄天福 他女兒 都在台北做貨 才全車載到台南 他要把他扔給他 英文第二的淡水比 也是橫膏給它抹出來 他要 1900年 後面選前一次 台北市議院的時候 台北市議院的時候 英文第二的淡水比 就跑出來 所以 這種情緒 他對 所有 我們一般在說的 給他五人 對他 這家教來講 他都認為說 他都自己的主題 都自己的力 所以他對 真的是有榮乃大 對不對 他不會去 他就是都 這樣 納江河 整個 所有 百川都進來 所以大家都好他 他不是只有我們這麼年輕人 包括當初 在美濟路時代 在過去東華時代 有的人說什麼海納百川 對好的肉 都做會 性改成這樣 其實性改成的頭髮很清楚 上次好的肉 他都很清楚 但是你要來 他不會給你鼓掌 這樣喔 他不會給你鼓掌 但是 他會把你營的道 他都清清楚楚 他不是活動的 主力的了解 他在花多少錢 來贊助民主進步道 我說一個 說一個 他說一個 他爸爸還在那時候 趕快說他爸爸還在那時候 趕快說他做議員 趕快說民國四十八年 做十年的議員 到五十八年 選頭一次 全國選的 立法委員 做中心的 不然因為美麗都輸掉了 不然不再做 不然又獲錢 他媽媽 經常說 人家做議員是賺錢 你怎麼做議員 就回來裡面偷錢 怎麼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他到底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到底是開花多錢 其實很抱歉 抱歉喔 因為他爸爸過去很困難 好 台北官 這樣 大東西還在台北市買 賺錢 這麼慢慢的 一四個月買土地 所以他們都是 沒有錢的好人 沒有錢 因為他們沒有現金 都是全那種 放在土地上的東西 對啊 所以他就是用這樣 一直處理這些土地 才有那個經費 這樣去幫助民主黨 江蓬堅創黨主席 是我大學時候的 桑世華的老師 所以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也跟那個 那個性概性 也有幾次的見美 尤其是這樣 因為他也是大龍褒人 我是在那個 也是同樣一個社區 就是大同區 延平區 那個長大了 那我是出生在 古崎町岡山老 可是我成長的地方 就是在大龍褒 到現在我的家裡 老家還在大龍街 所以差不多大龍褒人 大家都知道 有性概性這個人 大家對他的印象 為什麼會說 他很好 有夠好 他們到現在說 差不多大龍褒很多土地 都他們到現在 他也很高興 好像那個 當時就是說 真的在民進黨 他們早期 就是說性格 他們還沒有阻擋之前 那個好像 所有的競選人員 他不覺得要選舉 就一定去找他拿錢 那他也是 帶一張支票到處 到處 帶個支票到處去開支票 很高興 所以說 你如果要做老大 今天為什麼他會 對大家這樣的稱讚 就是說 高興 要當老大 你要老大的班 但你要做老大 有老大的班 你也要有本書 你如果沒有錢 你也成不了氣候 那今天就是說 他本人來講說 他都是為公益 而且他肯付出 肯犧牲 那現在看看為什麼 民進黨現在的人 有誰有他這種精神 你今天他所有投入 都是為公益 他當時為了台灣的民主運動 包括說 什麼台灣獨立 還是要做什麼 就是說那種民主運動去奮鬥 把第一屆的那個 那個老國代 那個老曾和立委 把他改掉的話 出權出力 不參與不出來做 那種民進黨 現在的公職人員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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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房子 沒有帶來那個 當時我們在採訪 黃信介的時候 他們家在重新北路的一個巷子裡頭 然後呢 他有一個單 客廳裡面 他有一個單人座的沙發 好像是面對大門的 然後那個都就是 黃信介的位子 然後來的人就是坐旁邊 比較長的那個沙發 然後呢 他總是穿著一個 漢山短褲 就是在家裡面的樣子 就是一個 阿伯 對 歐吉桑的 對 就是一個 歐吉桑的樣子 然後 非常非常的 有親和力 就是 很容易跟這樣子的 林家阿伯聊天 可是他講出來的話 都是 還滿具有 高度政治智慧的 來看一張這個照片 這個是1989年 當時 他是在擔任民黨的黨主席 然後呢 他們就組了一個中央助選團 因為那一年 要選的是縣市長 縣市議員 那黃信介呢 他就把家裡面的一塊地 給賣了 賣了兩千萬 賣完兩千萬 爸爸含著眼淚 把地去給他 賣了這塊兩千萬的地之後呢 他就帶著一本支票簿 從北到南巡迴助獎 去服選 然後每一個候選人 就是給二三十萬 那如果比較窮的募款能力稍差的 可能會著量增加一點點 給到五十萬這樣 所以這個中央助選團 就是中央散財團 對 然後他就 從北發到南 發完了 支票簿也用完了之後啊 他就還笑笑的喔 還跟人 還跟黨內同志笑笑說 其實我要感謝國民黨 他講台語啦 因為他在1979年做勞 做到1987年嘛 大概做七年的勞 因為他在做勞 所以他們家的財產 都是被凍結 不准凍的 等到他出來之後 他被 他出來之後 他們財產才可以凍 才可以凍支 然後所以他才能去賣那塊土地 然後他還開玩笑說 還好我有做那個七年勞啦 國民黨就是扣住我的土地 使得在那七年當中 土地有增值 我才可以賣到兩千萬 才可以給大家 愛保得利喔 對 就是說他的那個大氣啊 那個大方 就是完全的無私 然後也願意提膝後進的那種氣度 使得他在民進黨內 所有人都對他非常的敬佩 這個 陳麗莎女士 他跟了這個主席 十年一個月 算是他親近幕僚 他在這本書裡面 有寫到一個場景 就是說新街仙他們家二樓的客廳 有一次他就叫他搬個小板凳 兩個就在那邊猛開支票 有的十萬的 有的二十萬的 有的四十萬的 開完 因為都是用他戶頭開 然後再蓋章 那就是說 這個新街仙開支票的故事 等一下喔 致富故事我等一下 我們再請你跟大家分享 廣告之後更多討論 馬上回來 見失去一片 大家見失去一片